本件將事故發生在10月4日約下午4點 地點市入港鎮台61縣北上177.2K處 案發故成為張姓民眾駕駛油貫車行駛於台61縣北上外車車道 於上述10地因車輛左後輪爆胎產生碎片及掉落物 打到行駛於油貫車左後方自小客車造成兩車車損 造勢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那如果有確定是大貨車爆胎的東西飛出來砸到貨管車輛的話 那有違反什麼交通法規或是有什麼造財 如果車輛行駛於高快速公路那有爆胎的狀況發生 會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一項第16款之規定 可處新台幣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還 那這一起事故啊 那個鐵片是只有找到他的車 還是說直接飛進去差點找到駕駛 本件交通事故初步調查 該鐵片有打到流貫車左後方小客車是打孟玻璃 那至於該鐵片何處而來有待進一步查證 請坐請坐 請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